浮云爱7月来到台湾 带走一位家人后返回日本 随后日媒透露 有邻居听到 浮云爱价值3亿日币的豪华公寓 阳台不时会传出玩耍的笑声 或是在塑胶泳池玩水 小爱的台湾家人和横滨新男友 似乎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过日前却传出 他偷偷带着家人和男友前往新加坡旅游 回日本时台湾家人身体不适送医 在台湾的江洪杰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而原本说好8月底就会带家人回台湾 至今已经9月了却没有下文 日本媒体采访到江洪杰 他坦言浮云爱还没回台湾 根据周刊女性报道标题写下 浮云爱谎言被戳破 江洪杰悲痛告白 内容不客气的评论 浮云爱耍赖 说话不算话 报道中也提到 看来浮云爱正努力继续 跟她的爱人和台湾家人生活 继续过着一家伟三口的日子 而江洪杰原本要亲自飞往日本 不料却出了状况 搜索公司也表示 因为对方未提供所需资料 所以小杰没办法顺利前往日本 并喊话浮云爱 希望她能配合当时的约定 江洪杰本人不久前也亲自发文写下 无法理解 力不从心 但还是要勇敢面对处理 相信一切都会顺利 看得出来对于台湾家人 无法回来感到相当的无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